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社会开发课程 那上节课呢,我们有讲引用扩展模板,还有引用这一个阶子 这节课我们来讲讲这一个第三小节,一辅以继 好,来看一下一辅以继 那一辅以继的话跟正常的一个程序语言判断是一样的意思 也是会有我们的当次多次,还有这一个 就是会有这个当次多种情况,两种情况 一辅一辅,一辅,一辅一辅,无非就是这么三种情况 那我们一种一种来做一下,第一种的话是当个条件 当个条件,我们把它复制,然后放到我们的 我们还是用首页来做一个例子 那之前引用扩展模板这个我就给去掉了 我直接复制进来,我是存在的变量 然后再刷新 发现这一个我是存在的变量其实是不存在的 对不对,我们需要在模板当中的传递这个值 让它等于一才是那个存在的变量 对吧,然后我们也是找到index indx 好,找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要如何来处理 我们首先要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缓存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等于1 然后再把它呢,传递到我们的前台当中 好 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前台刷新 它就会出现我是一个存在的变量 对吧 非常简单就是这么来用 好,那大家注意到我们这边前面会有两个这种键 就是我,其实它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一个html注释 相当于是我们html注释 那现在我们把它刷掉刷新 还是一样有 还是一样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存在不存在都是可以的 存在不存在都是可以的 那就看自己个人喜欢了 如果说你喜欢颜色深一点的话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黑色的啊 如果说加上这个东西的话 相当于这一边看起来像是注释啊 其实在我们查看原代码来一下 在我们查看原代码当中的话 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注释给看不出来 看不到了啊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这种当个当个条件的情况 好,还有一个的话是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有讲到我们就讲一下 不然的话这种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个的话是我是存在的 那我现在等于肯定是存在的吧 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变成12刷新 好,我不存在 好,12因为不等于1嘛 12不等于1那我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那同样也是一样 这边上掉不上掉都是可以的 上掉不上掉都是可以的 发新我不存在对吧 那大家要注意的话 我们开始是用一符 然后这样子没有任何的引号 什么东西引起来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是我们的结束符 结束符的话一定要用仿鞋 来做我们的结束符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是s s的话不能这样子写啊 这样子写的话是错误的 看一下 这样子写的话它是不生效的啊 所以说正确的这样子写 好,那我是不存在的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再来看这种多种情况的哈 多种情况的话无非就是一样哈 多个if else组成啊 多个条件判断 然后呢,如果说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肯定是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呃,TestTemperVAR哦 这个东西那现在我们是等于12 所以说我什么都不是 那大家发现我们这一个没有加上 这一个都是可以的哈 我们可以混合 混合着使用 然后呢,我现在让我这个东西等于2 刷新 好,那我等于2对不对 然后我等于1呢 再刷新 好,我等于1好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情况呢 经常用来判断 比如说用户如果说登录的哈 比如说 UseID 大于0 好 如果说用户已经登录了哈 就输入你好 比如说 就叫做 比如说叫做我吧 如果说我有登录的话 我提醒一下你好 对不对 我跟黄火灰问好一下 然后我呢 把这个给传递到前台去 假设说我的这一个用户的ID 唯一啊 我就传到前台去 好,你好 黄火灰对吧 假设说我现在没有登录 没有任何人登录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是 不什么东西都不显示哈 这个的话就是1辅的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这么来判断 好,这个是一辅一记啊 我们就这样子就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比较特殊的一个if用法啊 比较特殊的一个if用法 还有一种情况哈 就是欠套对不对 欠套的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的useID大于0 然后呢 前提是他大于0 然后在他里面做一个if 那这是另外一种形式哈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叫做if欠套对吧 然后doll doll use nin 不等于空 if 你好 doll use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呢 变成二刷新 没有任何东西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useID要不等于空 useID要不等于空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哈 把值输进去 useID呢 就叫做黄火灰 好,这个是我的名字啊 ok 那你好 黄火灰 对了吧 然后你好 麦子学院 刷新 好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直接写上值 也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变量 设置成一个变量 或者是比如说有当前时间 我们也可以用函数 把当前时间呢 给写出来 然后再传递到我们前台当中 好 刷新 那就是你好 什么什么什么 当前时间是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来个 当前时间 你好 当前时间 好 那这个是跟大家说可以这么来做哈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 pagep当中呢 做任何的操作 做任何的操作 完成之后再把值传递到我们前台去 前台的话就是 无非就是比如说会员登录 会有一些登录后的一些欢迎信息 这个是需要一辅来判断啊 一辅来判断 然后呢 我们今天还讲了三种 单个条件 多个条件 还有多种情况 那我刚才讲的一种情况 就是13.4叫做一辅欠套 对吧 就是什么叫一辅欠套 就是一辅里面还有一辅 我们把这个给加上复制 放到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一辅当中 还有一辅 我们把它给缩小一点啊 好那我们就讲了这么四个 讲了这么四个哈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学习一下 好一辅语计计也是非常简单 不管你是学了 php asb gsp 全部的所有的这种编程语言 都是有我们的这一个一辅语计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ecshop当中的话 很多地方都是使用我们一辅语计 比如说这个 ifstarty for each top of good 这个是乐销的一个商品 Top of good 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吧 好销售排行 小销售排行 这个东西呢 这个if的话是结合我们for each 来做一个判断的哈 那这个值的话 其实就是通过for each snarty的for each标签 来获取的这个值 好这样子的话 通过if来判断 就是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目的 啊目的 好 那if以及其实就是很简单哈 然后大家看这边有一个if empty哈 好 那这个呢就是结合我们的这一个 呃 结合什么 我们的行数 对吧 ifempty 如果说我们useid等于空呢 叫做useid为空 好 那我们现在useid是等于2 所以说这边是没有任何东西输出的 好 写错了 em em empty 好 刷新 这样子是没有任何东西输出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useid 让他等于空呢 好 那我是为空的 对不对 这边的话可以进行一些php行数的运算 好 可以是php行数的使用 又或者是导入 useid加上6 等于10 useid为4 好 那我们现在useid为3 肯定是没有任何东西输出的 对不对 没有任何东西输出的 好 不好意思 正面等于是要这样子 刷新 没有任何东西输出 那如果说我们等于4呢 刷新 useid等于4 对不对 因为我们4加上6是等于10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做 那个php的行数运算 也可以做我们我们的这种算数运算 好 大家呢在现实开发中呢 多去尝试一下 好 多去尝试一下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边吧 好 大家去用一下我这个一幅一记 好 把我的例子做一遍 感谢大家的听见